阿清 最漫長的一天 最溫暖的陪伴 每日與主同行 紮穩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長 我是阿清 撒母爾記下七章一至四節 八至十三節 大衛王住進他的宮殿 上主使他得享太平 不受到處敵人的騷擾 王趙來先知拿丹 對他說 漢啊 我住在華麗的香柏木宮殿內 但上帝的約櫃 卻在外面的帳幕裡 拿丹對王說 你有什麼想法就去做吧 因為上主與你同在 但就在當天夜裡 上主對拿丹說 現在你去對我的仆人大衛說 天君的上主這樣宣告 我帶你離開草場 使你不再木放羊群 並揀選你作我子民以色列的領袖 無論你去哪裏 我都一直與你同在 我在你眼前消滅了你所有的敵人 現在我要使你揚名 像世上所有黑黑有名的人一樣 我要為我的子民以色列 預備一個家園 把他們栽種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永遠不受騷擾 邪惡的國家 不會再像過去哪樣壓迫他們 不再像我派事師統治我的子民 以色列的日子以來一樣 我要使你得享太平 擺脫你所有的敵人 此外上主還宣告 他要為你建立一個家 一個王朝 你死後與你列祖同葬時 我必會興起你的一位後裔 你自己的子孫 我要使他的國強大 他要為我的名建造一座殿羽 一座聖殿 我要使他的王位永遠穩固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我的家 上帝的家 有一對夫婦 由組織家庭之後 兩個人同心合力建造安樂窩 經過多年的努力 終於買了一座小洋房 一日到晚四出天字家具 配窗簾 裝修佈置 亡得不亦樂符 一切就緒 就樂得留在家裡聽聽音樂 欣賞一套又一套的電視劇集 查經班 討告會 團契聚會 沒有時間參加了 差團奉獻 建堂奉獻 沒有能力支出了 天父 對不起 這間新屋要添置的東西還有很多 多少時候 安逸的生活 使人忘記天父 大衛在蘇羅做皇帝的年間 經過數十年的顛配流離 蘇羅死了之後 亦都再經過七年的內戰 先正式統一全國 現在總算可以安定下來 享受一下帝王的生活 但是 大衛並不是這樣 在安逸中 他的心記掛著上帝的約櫃 他要為上帝起聖殿 雖然上帝遠距了他的好意 要將這一項工程留給他的兒子 但是大衛對上帝的一番心意 上帝知道 上帝所要的 不是香柏木建造的殿宇 而是屬於他的心 而是屬於他的心 就因著大衛這份心意 上帝賜福給他 使他的國衛永遠堅立 我們在安逸當中 有紀念上帝的事 和上帝的加碼 多謝您收聽 由和諧頻道製作的 每日與主同行 材料折禄自漢語聖經協會出版的 天天親近主 歡迎您在我們Facebook 留下您的足跡 明天見 拜拜 拜拜